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提出一个所谓的分区基本工资 北中南东的基本工资应不应该一样 这到底会对整个基本工资来讲 是提高大家薪资水准 还是被这个更加压抑 待会来谈 那么今天也提出来了 夫妻自住县值有一房 是所谓的自有住宅 要打团房 但是打到夫妻打到小家庭 这到底对还是不对 今天这两个重大的财经政策 引起很多的讨论 政府喊家心要打房 到底是不是一直没有用对方法呢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了四位专家 赶快带大家一起来做分析 一起来做了解 好 赶快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我们首先第一位为大家介绍是 台大国发所的副教授 辛炳龙新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现场请到时事评论员 是黄志贤 主持人大家好 今天现场还有一位资深评论员 沈富雄 沈大老 你好 大家好 今天现场当然也要有财经专家 我们请到是汪杰明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带您来看看说 我们从基本工资来调长 对观众朋友来讲 基本工资或许我们听过 好多年好多年了 但是现在说有一个叫 分区基本工资 北中南东 是不是基本工资 不应该一样 因为物价以及生活水准都不同 这合理吗 你接不接受呢 先来看我们的报道 老公团体向街头 要求提高基本工资 劳动部有新想法 打算采取分区工资 工资是不是已经有在评估 根据不同的区域 来决定基本工资的这个价格 我们在还要召开会议 我们现在正在 好像最近要召开会议 基本工资 劳动部抛出新想法 计划参考美国采用 区域性基本工资 未来将依据 北中南生活物价水准 来决定各区域的基本工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基本工资 评议委员会一定要开会 那本与专业他们来做评估 可是我个人比较支持 基本工资 还是有全国一致的标准 身为台湾首善之决 好龙兵多次在工资问题上 做文章 也从调整事故 雇员薪水先做起 根据统计资料 以2012年为例 全南基本工资 一万八千七百七十四元 但台北消费达到两万五千元 最少的运龄只需要一万三 工资消费比差了一倍 劳动部想要以消费物价 授权给地方政府 致电基本工资 参考的是国外的例子 目前美国 日本 大陆 加拿大 也采用本区工资 以美国为例 最高的旧金山 基本工资 一小时十点七四美元 但怀尔明和乔治亚洲 一小时只有五点五美元 差距很大 基本工资 南北不同调 不同的标准 我想这个对整个南部 未来要沿用人才 招募人才会发生很大的 美国它幅延广大 它中央大概就定一个 标准参考 然后各周再去看看自己的情况 台湾能不能这样做 我想这个真的是 还要看看大家的看法和怎么样 限制首长纷纷反对 主张应该全面向上提升 事实上分区工资 已经延离五年 但薪金普遍提滞的社会气氛中 恐怕先出现孤独感 加剧的危机 谢谢黄明君 女生台北材料报道 好 我们看到这个基本工资 多了一个新名词 叫做分区基本工资 那刚刚讲 简单讲 各个地方可以自定 不晓得赶快要请教 新比诺新老师 刚刚讲这是学者的研究吗 您也是我们今天现场 唯一的一位学者 学者的研究 是不是就觉得 值得在台湾这样做实施 刚才看到了 有美国有日本 有中国有加拿大 都是服务员很大的国家 是 拿来这样的制度 拿来台湾用 对吗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地方所长 是不支持的 基本上这个分区的基本工资 上在过去这几年来 包含我在内 很多的学者都有提出 类似的政策的主张 那我们的利润的根据是这样的 基本工资的立法宗旨 就是保障劳动者 基本生活所需 所以他的金额 本来就随着当地的生活物价 而有不同 虽然大家觉得台湾很小 可是不要忘了 台湾虽然很小 可是南北的物价差距还是很大 城乡的物价差距也是很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如果回归到 我们的政策的宗旨的话 本来就因为 因地区的物价不同 所建构的这种不同的地区的物价 基本工资 所以当时很多的学者 是基于这样的主张所提出来的 那当然当时 这些主张后来 在那个阶段没有被採纳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可能地方首长会有不同的声音 那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 好 我中央还是照定 那你地方首长如果觉得 这个中央定的基本工资 不合你意 你可以自己再去做调整 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个 兼顾到地方的 它的自主性 还有就整个全国的 这种所谓的 一般的公平的标准 我想说兼顾到了 老师那等于说呢 我们现行的状态是 中央定完基本工资 地方各地通通要用 对 没有放给他们有基本的 一个开放的权利 目前牢机法是 只有中央政府可以定基本工资 所以接下来 不只是要沿你所谓的分区基本工资制 也要把这个权下放到地方去 而且应该讲得更清楚一点 不是分区 是可能是县市别 因为我们整个劳工行政的 这个组织体系里面 下去中央下去后是县市政府 所以可能是各个县市政府 可以基于他们自己的需要 考虑要不要再另定 一个基本工资 不是北中南东 而也是各个县市都可以 自己来制定这样子 这看来是两个方向的一个发展 不知道 沈大佬要选台北市长那你 台北市应该要怎么样处理呢 台北市人家说 这个首善之区 这个消费最贵 所谓成本最高 但是呢 这个薪水相较 在台湾全部比起来 当然也是相对是高的 那现在提出这样子 刚刚老师讲到 其实他应该讲 各县市可以制定 中央还是该有个基准的一个数字 觉得这样合不合理 是这样 我原则上是不赞成 不过因为郝龙斌市长已经表态 他也反对 所以应该这个案子就死了 因为台北市物价最贵 他都不干了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怀疑一下 郝龙斌反对的动机 因为他如果要选的话 他选的是总统 所以他要全国的票 所以他有他的考量 但是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这个美国幅庸广大 一个州一个州里头 还有都市都市不一样 比如说我比较熟悉的西雅图市 那西雅图市为了要不要提高 那个基本工资 在每次他市议会议员的选举里头 都有不同的主张 甚至是市长也有不同的政见 那这个就地方分权分得非常的彻底 那我在台湾我觉得反对的原因是 因为第一自私一分 我觉得现在马政府问题太大了 真的太多了 这个不要在这个小事情上去琢磨 但是我听了新教授的讲法 我稍微退了一下 我认为如果中央第一个基准 那地方大概指挥家不会减嘛 谁敢减啊 对不对 那指挥家不会减 那如果要加的话 首长也好 议员也好 他们陷入一个困境 他如果要讨好这些老公 他应该主张加 但是他如果主张加的话 很多资本家就说 跪地我不去开工厂 那让他陷入困境比较好 那现在比如说那个地方税 很多房屋税 很多应该是地方的财产权 地方的税 但是都不敢加嘛 就是要讨好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 中央第一个原则 地方各自作业 我比较不反对 第二我觉得如果分区调涨 或者分区不同的最低工资的话 我认为对高物价的地方 大概也顶多小小补而已 那个补 给他补 比如说别人家调3% 他大概调个3.5 调个4 我觉得这个补其实不大 而且在高物价的地方 在台北 我觉得适用最低工资的人口数 不管是绝对数目也好 或者比例上也好 其实都不多 所以真正受惠的人其实不大 第三点我觉得没有被调到 或者跟人家相比 调得跟人家不一样的人 这个本来就很低 低工资本来就有了 现在有人还调得比我稍微多 我觉得这个相对剥夺感 在心理上的伤害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讲到钱 我们说钱伤感情就在这里 但是如果刚刚讲到说的 他是健全一个台湾 我们既然是实施基本工资的国家 如果让这个基本工资制度 能够更加健全 现在看来两位老师跟沈大老 这边有一个共通的交集 就是说那让地方政府自己去自定的话 看来很难会再荡下去 所以之前你有没有听说过 其实在中南部 我们常听到一些老师 或中南部的朋友讲说 台北含22K很痛苦 什么基本工资很痛苦 但我们在南部 连这个都到不了 台湾其实早就一国两制 但是我们南部的县市首长 为什么还这么凶 22K 其实22K的工作 在嘉义乡下 我有朋友在那边 其实是有1万7他就做了 为什么 因为当地就业的机会就很少 那你如果要待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可能住在那边 然后骑个摩托车上班 那就是那个样子 那个市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分来看 那个基本的问题 跟这个治标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听下来 不是所谓的分区工资 其实是说 是那个授权地方 权力下放工资 应该这样讲吧 这样大家都没有意见了吧 县市长应该很高兴 所以刚刚赖清德说 他很反对 我不知道他反对什么 他如果喜欢中央版本的台北市的工资 他就把台南市的工资都调高到台北市就好了 所以人家是把权力放给他 至于说我呢 我个人我其实是不那么赞成 把权力下放给县市长 因为我们县市长 他在地方性的那个民粹的压力 跟选票的压力 很多该做的事情他都不敢做 劳动检查 不敢去检查 他地方上哪些工厂在搞什么事情 环保的稽查 他们很多时候都要放水 这个基本工资又牵涉劳工 牵涉资本家 那个到时候其实 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讲理了 第二个我要讲说 如果真的要 基本工资要区分的话 其实很多偏远的地方 是应该要比台北市更高的 你知道吗 我去住过一个民宿 他说他们的地方真的很难找 一个很坏的员工 他都没有办法请他走 为什么 找不到人 这附近的村子里面 根本没有年轻人可以来上班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来上班 求爷爷告难 拜托你不要走了 所以搞不好在偏远的地方 搞不好是要加薪了 更何况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 这个不是基本工资 而是就业的 很多偏远地方的老师 医生 过很多人员 根本没有人要去 那我们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都还不能够解决 所以这个基本工资的这个问题 其实反映过来 就是我等一下要讲 就是其实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 我们的薪资为什么没有涨 好像说我们马总统这几年来 有调高过几次的基本工资 可是因为物价上涨 全部把那个调升的东西 全部吃掉了 那这个CPI的上涨呢 还没有反映到真实房价的上涨 这我们待会会讲到嘛 这两 马英九总统跟郝龙斌市长 上来这几年 台北市的房价 其实有些地方上涨 百分之两百以上 所以那个对生活 基本生活的打击 比那个区区的基本工资调整 那实在是无法比较 是 这到底应该调多少 大家钱当然永远是觉得不够用 但是我们刚刚新闻告诉你 在台北市 现在基本工资大概 一万九千多块两万而已 但是台北市消费一个月下来 可能两万三到两万五 这完全是不成比例 那该怎么办 但是呢 所以要请教这个杰明 这样子基本工资的分区概念出来之后 现在说应该下放到各县市区之后 就出现了同工不同酬 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物价 本来在南部同样一杯摇摇 摇摇杯的饮料 南部都卖得比台北贵 所以这个概念不应该下去吗 现在台湾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说外劳比例好了 以韩国来说就是他每一百个外劳里面 一百个劳工里面 现在外劳比例大概就差不多是1.8 那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比例 这个数字当然要详细讲 那我们台湾就是3.6 那么日本大概1.2 我们现在的外劳的比例 就是人口占这个就业人口比例 是远高于日本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台湾在劳工政策里面 它一直没有去主张说 到底什么样的产业 或什么样的劳工是我们需要的 那既然是这个情况下 我们外劳比重是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发现一个有趣的内容是 最近我们连白领阶级的薪资 都输给印尼了 泰国马来西亚已经逼近在我们周围 更不用说我们输了海国很多 所以台湾在整体的一个工资制度里面 没有在明显的一个制定之下 还要再去分什么南北中 什么薪资部分 连政府最基本的保障劳工权益 内容都没有做到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去奢想政府 在劳工政策里面 还要再做分序的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不要忘记 台湾其实在越南部的方向 各种就是所谓的越劳 各式各样的各种组 还有包括大陆来的 这个劳工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 所以如果今天 你在讨论一个一致性的时候 你发现到有一个劳工是最可怜的 就是台籍的劳工是最可怜的 因为他基本上的工作权 基本上已经被这些所谓的 外面的劳动力给取代了 所以我们就会说 那你看你的薪水比较低 所以我就给你调到最低工资 其实错了 其实新加坡跟香港 已经考虑到 让外劳比例人数 在增加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最低工资 应该要所谓脱钩 甚至只针对时薪部分 做一个有效率的管理 而不应该有月薪的动作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不能是单独说 见到这个劳工政策 这个劳资有问题 因此我们学者 就这个地方提出一个想法 而忽略整个台湾 事实上已经在劳资 跟需求部分已经失衡了 中间参与了大量的 所谓外劳跟所谓的临时工 以及派遣工这个张力 所以说今天我们劳动部里面 缺失了三大要件 第一要件 他对于所谓的这个劳保的 这个薪资的劳退 有没有强烈的去监督 是不是说有些公司 他不愿意支付劳退 过了几年之后 说你不用缴了 这劳动部到现在对这个事情 没有做说明讲清楚 第二件事 他忽略到中南部 其实外劳比例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你对于所谓的薪资部分 是不是要选择像香港 或者新加坡 做一个分离的一个管理 这个要不要去处理 第三个其实最关键的事情是 其实你讲到最低工资 我就生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在过去十年 GDP成长了百分之五十 而我们的最低工资 只成长多少 只成长不到这个百分之二十 这完全脱离现况的一个情况下 中间问题出来什么地方 我们劳动部从来没有说清楚 讲明白 那么当大家给他压力说 你要调高最低工资的时候 他就找一些学者 最后觉得分区讨论 只光分区讨论这件事情 我跟各位报告 至少再讨论一个一年半展 最后最低工资也没有下文 这个分区管理也没有下文 最后我们最可怜的还是 这个我们可怜的劳工大众 最后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 你不会讨论一年半展 刚沈大老讲了 那个浩龙斌已经反对 现在就死掉了 我再提最后一件事情 今天台湾是什么状况你知道吗 薪水越低人工作时间越长 现在因为中南部的高时间的食杂 医生例外 医生是收入好 但是呢 现在医生是收入也不怎么样 医美的医生收入很好 医美收入的医生很容易倒掉 所以我回来 我刚才说的这个重点是说 当我们这些所谓低工资的人 他被压迫成长时间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再给他说 我们来差别待遇的时候 最后这些被低成本 低优 我们所谓的低薪资的劳工 在高雄云林嘉宜发生事情 他会被拉长更大的工资 这种变相的剥削 我觉得政府如果不能拿出一套完美的制度 只是听这些学者说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怎么做 而忽略要造基本上台湾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遗憾 是 邓康欣老师 我想第一个 刚才杰明雄所讲的 新加坡没有基本工资 所以新加坡没有基本工资 外劳薪资的问题 所以要再讲 香港竟然试用基本工资 香港基本工资 基本上本外劳是一体试用的 而且在以前没有基本工资的时候 外劳的薪资是要造平均薪资的 所以没有你刚才讲的问题 第二话讲的 基本工资跟市场薪资是不一样的 因为市场薪资 如果是薪资的话 当然要同工同酬 这是没有问题 基本工资基本上 它是一个社会的救助的性质 有点在这里面 就是政府透过立法 要求雇主要付一定的金额给劳工 保障他的基本生活所需 所以基本工资本来就不是以 劳务的价值来决定的 如果基本工资用劳务价值来决定的话 那就没有地区的必要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当我们在谈基本工资的时候 包含刚才有提到说 如果说基本工资 台湾市场说 基本工资偏低 我来援览人才会变得很困难 你怎么用基本工资去援览人才呢 这不可能嘛 一定高于基本工资的水准 所以回过来讲 我觉得我们当初也绝对不是 刚才像杰明兄所讲的 我们这些学者忽然在帮政府来解套 这常常起来就有这样的主张 原因是什么 当然讲得很清楚 基本工资的政策目标 就是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所需 所以当然要反映他的物价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是 基本工资今天也看到我们 劳委会主委潘世伟的说明 刚刚我老师有点到一下 他跟市场薪资是不应该同样的概念 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 雇主委真的是不太道德嘛 就用那个基本工资来续新 其实基本工资就是什么 是保障少数应该最基层的 劳工朋友 你的消费购买能力 要基本的购买能力 才能维持你的温饱 这个基本工资的目的设定 应该是在这 但是之前虽然都被 我们老板们给乱用 我觉得 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说 真正的问题症结点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分区工资的事情 其实大家现在的反弹 显然不是针对问题的本质 就像简明刚刚可能跟老师讲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他讲的剥削也好 不会发生 为什么 刚刚已经讲授权各地方县市长 那有县市长要去剥削 这些底层劳工 没有吧 没有人敢吧 有谁敢 把他往下压 没有嘛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来讲 真正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台湾长年来 我们的GDP不管上涨高低 都有每年都有成长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薪资结构 回到十几年前 为什么 我觉得几个问题是很清楚的 第一个 我们的教育跟我们市场上需求的劳工 其实就不一致 脱钩了 那我们要不要来看 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 跟市场需求不一致 为什么每一个活着的高中生 毕业都可以进大学 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国家 是谁害我们到今天这样子 我觉得民主政治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究责 这个错误的政策 我们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这个错误的政策 伤害这么多劳工 这么多年轻人 然后让我们台湾整体的劳工的素质 不能成长的错误的政策 谁做的 陈水扁的时候 跟李远哲院士 他们一起做下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大家 等到马总统上任之后 他没有积极立刻马上的去 解决去解套这个问题 不过确实很难 市场上这么多大学 你要关掉多少大学 才能够让这个比例 变成一个正确的比例 然后在关的过程当中 大学退场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的痛苦 多少人失业 多少人怎么样 然后会造成更大的 一波的民粹的反弹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问题要长期的讨论 可是我们要 要看这个问题的源头 当每一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现在市场上 其实我必须平良心讲 确实有很多工作 薪水给的不错 可是没有人要做 因为当每个人都是大学生的时候 确实 我也要做办公桌 我不要做黑手 我不要去做辛苦的工作 我不要做有轮班的工作 我不要做礼拜六礼拜天 还要加班的工作 我都不要做 我要钱多事少离家近 这个很正常 这是人性 为什么以前的大学生 可以有好 一毕业出来有好的工作 为什么我现在大学生毕业 我要去做别的工作 所以回过头来看 当很多大学生觉得22K 甚至18K的时候 市场上有很多的中小企业 他真的找不到人 他一个月五万块钱 一个月六万块钱 像有一个成衣厂 他一个月要用五万五的薪水 去找手手成衣 那个师傅 真的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然后很多年轻人 他现在手上的工人 都是四五十岁的 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 他不愿意待在工厂里面 刚前民兄讲了说 中南部为什么很多外劳 我有去问过 我问过他们为什么 他们不是因为说 用外劳比较便宜 不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中南部的薪资 本来就跟外劳 是不是差不多 你知道吗 我们很惨 我们台劳很惨 为什么很惨 因为他们为什么要一定要用外劳 现在全台湾 工厂的 就是产业的外劳 二十四万 然后呢 其他的外劳 大家设服或者说是家庭的 家庭的 合起来有二十多万 所以合起来全台湾大概有四十几万外劳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工厂要用外劳 因为他们老板 他们很痛苦的是说 台湾人不愿意做 他不愿意四班二轮 他不愿意轮大业班 他不愿意待在工厂里面 那个单调的枯燥的乏味的环境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想说 我们政府跟我们整个学界 跟我们大家要来常常想说 好好的想我们的台湾的产业的长期的结构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如果产业结构调整的话 我们该怎么做 比如说 如果你台湾的市场真的不打开 你这个也反 那个也反 什么都反 那最后你的产业可能反而没有办法升级 你反的结果 反而让我们的劳工越来越痛苦 当然也会说到现在这个时候来讨论 这基本工资的问题 那基本工资其实7月1号就要加 7月1号会从现在19047 提高到19273 这是去年就定案的问题 那实行部分今年已经动了起来 但重点是整个国家整体发展 如果没有向上提升 这个都很难 很难整体的让这个体质来做改变 特别是现在的自经区出来之后 反对声音还是很大 所以大佬 我们现在看到有外来问题纠结在这里头 那今天单单讲一个薪资 是未来不管叫分区还是各县市下放 他能够解决问题吗 重点是说中南部地区的薪资比 北部地区低很多 刚刚讲到 我政策给你 但是你没有执行 你县市首长 你又没去查 大家认真按基本工资给 这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失职 这个最低薪资 到底地方首长 我们给了他自主权以后 他敢不敢动 我刚才已经讲过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他心里头一定 一定非常的交战 因为他两边好像都得罪不起 所以我觉得他们反对的道理 恐怖是在这里 那现在我要讲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总体经济 这十几年来 不管燃绿谁执政 就是把它搞得 除了储蓄率跟外汇存低以外 把每样东西都搞得非常低 所以我想我们台湾的总体经济 其实是一个半冬眠状态 那半冬眠状态 你看利率也低 汇率也低 但是还有两个 大家比较感觉 有感觉的 就是物价跟薪资 两个一起低 这两个一起低 其实对穷人比较好 还是对富人比较不好 物价低吗 物价低 可是房价涨 你听我讲 那是单独 我跟你讲 我们的CPI 我们的CPI 在全世界主要国家里头 包括亚洲四小龙 我们几乎是最低的 同意 我们如果今年 只看去年的话 我们快要进入通缩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占食品 尤其是食品 对 跟民生必需品 我们的鱼肉跟水果 这个跟其他吃的东西 大概占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五 这个里头 这个是长得比较凶 那其他的不长 我一直在思考说 为什么其他不长 这个要长 因为这个是 你不买不行的 但是如果大家手头比较紧 或者是对未来 没有通膨的期待的话 其他都暂缓买 但是你肉还是要吃 你鸡肉还是要吃 水果还是要吃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去思考 为什么只长这几项 因为只长这几项 老百姓的感受最不好 而且穷人的受损的负担 也相对比例上比较高 你看因为你穷人 大概一百块要吃掉五十块 但是有钱人大概一百块吃掉五块 所以那五块 你看涨成六块 它无所谓 但是你这个五十块涨成五十一块 这不得了 所以我甚至认为 政府应该把税收调高 调高什么税收 我要选市长的人敢讲这个话 很有杠子你知道吗 选市长 最近一个法国经济学家 提高了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 他就说你不但要调高教育税 要调高持有税 我们台湾讲说我们的债务很厉害 很高 还有我们的年金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我们台湾有一个优点 就是我们的税收只占GDP的12% 而且每一%是多少你知道吗 每一%是1700亿 所以你最近的财税改革方案 只调高了600多亿 其实只有0.5% 空间非常的大 所以你这个稍微调一下 然后很多收入比较低的人 他买东西 买吃的东西很贵 我认为你可以局限性的 排负性的给他食物券 购买券嘛 Food Coupon 这个叫食物购买券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为什么这么简单 搞不来呢 但是我人小为人为言轻 所以我这个是要决定 恐怕要选市长的一个月 我一旦宣布是候选人的话 我讲的话就上报纸了 好 选市长加油 但我知道这个问题真的是 非常的多 但是好像也没看到政府这点 有认真解决什么 这含到公平正义 大家都说对对对 但是公平正义 第一个要解决是什么 薪水赶快涨起来 第二个要解决是房价 赶快降下去 但好像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发展 那怎么办 我们待会回来 来个先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l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